秘魯在四天后就会举行总统决选时 数千人在首都利马游行反对在总统竞选当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腾心·庆子 抗议者夫涵反对腾心·庆子的口号 腾心·庆子的父亲腾心·谦也亦在1990年至2000年担任秘魯的总统 他因侵犯人权亦是腐败罪名被判处25年监禁 目前正在服刑 二年41岁的腾心·庆子试图和他父亲切割 承诺不再采用他的强硬立场以及专制统治 并主张将巨压经费用于基础的设施